好 我們來看2016真的會是 五折天作天馬綠營的智庫 做了民調發現 看到蔡英文的民調 還真的是很高耶 因為比比看 光是跟王津平來比較的話 還算是差最少的 之間只差了16.4% 可是如果蔡英文是對上 吳敦毅的話 差距就來到了54.1% 可以說是勝券在握 那麼另外呢 不管是蔡英文跟朱莉倫也好 或是蔡英文跟宋楚雲 也是有相差20個百分點 看起來這女王是不是真的誕生了 就連孤寬敏 獨派的孤寬敏都改口了 其實過去不論是呂秀蓮或是蔡英文 其實孤寬敏都不是支持的 他曾經講過是 穿裙子的不適合三軍土竄 是三軍統帥 好 暗批了呂秀蓮 不適合當總統 那麼之後也講到 台灣社會其實不夠成熟到 來接受女性當總統的 不過就在前兩天 他突然改口無條件 支持蔡英文要參選2016 好 蔡英文聲勢這麼的高 那麼對兩岸政策 他到底是態度是什麼呢 這是很多人關注的 那麼網友說呢 好 有36%的人認為 蔡英文應該要表態 那麼也有22%的人說 蔡英文不敢表態 那麼這兩邊的人是認為呢 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可能 好像還沒有很明確的 加起來總共大概是有58%的人 那麼另外認為蔡英文已經表態了 跟不用表態的加起來 則是有42% 好 這個部分的人呢 是認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是比較有信心的 我們馬上要時間交給主持人 好 台中的生活品質好嗎 好 還是有少許的網友 7%的人認為 台中的治安應該是不太好的吧 或者有4%的人也說 跟台北比還是有差距的 不過呢 從這個圖我們來看 其實大部分人討論就是 林佳龍是不是太會歌到尾了呢 有高達30%的人都這麼說 那麼另外也有59%的認為 其實這都是胡志強的功勞 算一算呢 認為林佳龍會歌到尾的人 有高達9成這麼多呢 我們就來檢視一下 網友很厲害喔 他們找到了原文 發現啊 我們翻譯過後發現 其實呢 這整個原文的數據裡面 是從2014年9月到11月之間 所做的分析 那麼林佳龍是怎麼時候上任的呢 我們來看他其實是在去年 11月29號當選 是在12月25號上任 怎麼樣看都跟林佳龍 應該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啊 交給現場 如果被解雇了 心情已經很差了 就還要看到 好 上面還公文上面寫著是 太弱留強 新職書政府解雇了63人 竟然寫著太弱留強 這用詞一定要這樣的粗暴嗎 網友又是怎麼看的呢 有網友就說了 沒競爭力嘛 所以解聘是剛好的 佔了16%的人 也有人認為 約並的權益是不是沒有保障呢 33% 好 但是這其中也有人認為 會不會是政治的陰謀呢 好 有人20%的人認為 可能是新竹市長林志堅 他要安插自己人 或者是 是不是呢 你的後台是前任的市長 所以選輸後台倒了 得回家吃自己了呢 我們交給主持人